中国何时变得如此强大 德国学者说 不知不觉中中国时代已经来临 中国在外交上的一系列举动 让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感到震惊 捧阿拉斯加会谈的痛斥美国 再到这次天津会的给美国上课 中国面对超级大国展现出来的强硬 让世界各国震惊的同时都羡慕不已 他们当然知道中国之所以如此有底气 就是因为中国的迅速发展 无论是经济科技军事等等领域 中国已经有这个底气 让世界各国感到疑惑的是 中国是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强大的 好像在眨眼之间 中国的经济就腾飞了 对此 有位叫马泰斯的德国学者给报社发文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题目就是 是什么让中国迅速强大 中国时代来了吗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他的分析 马泰斯主要是从这次疫情为切入点 一点一点展开的 他说一场疫情让我们突然意识到 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强大 那就是团结的力量 中国防疫取得的成就世界 因为在中国民众现在几乎不 会受到疫情的影响 这都得益于他们之前的付出 当疫情爆发时 在没有任何预警的中国 他们却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政府做出了防御措施 民众严格执行 要知道 那是在中国最重要的 今日里发生的事情 中国的春运是全球最大的人口迁移 春节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但即便是这样防疫政策一出 他们的春运就仿佛按下了暂停键一样 14亿中国人都待在家里严格防疫 更为重要的是 这都是他们自愿的 而且还相互监督 相互加油 面对疫情最严重的武汉 中国人展现出来的家国情怀 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感到汗颜 政府强有力的调动 其他各个地区的强力支持 民间自发的物资捐赠 一时间都纷纷涌上了武汉 可以说 如果不是这一场疫情 我们根本不知道 在遥远的东方 还有一个这样神奇国家的存在 中国在我们的印象里 一直都是一个人口众多 落后贫穷的国家 即便是到了二 21世纪初都是这样 他们发展工业靠的是人 公立极形 农业技术 更是美法和德国相比 但仅仅20多年的时间 他们就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世界第一贸易大国 成为世界第一工厂 也成为世界上产业架构最完整的国家之一 而中国市场迸发出来的巨大能量 更是让世界各国眼馋不已 我们引以为傲的科技方面 中国在很多方面都让我们望尘莫迹了 当我们认为 中国民众还处在贫困线上的时 事后 他们却成了世界上最大奢侈品的消费国 当我们认为 中国只是一部分人富起来了 他们却已经消灭了贫困 要知道他们有14亿人口 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中国自身的强大 还不仅限于此 他们在国际上越来越有影响力 之前中国在国际上一般都不大发表意见 他们为了自己的发展 一直都在掏光影 但最近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 中国已经开始变得强硬 中国各个领域在世界上展现出来的影响力 已经严重引起了美国了 美国加大了对中国的恶志 可中国表现出来的强势 让美国都措手不及 特朗普对中国发动贸易战 中国只是画角而已 但随着美国的步步紧逼 中国不再沉默 而阿拉斯加中美会谈就是个开始 当中国代表团说出 中国低估了美国的无耻 美国没有权利站在实力和地位的角度 同中国讲话的时候 让世界震惊了 要知道这是近百年来第一个赶面对美国 说出如此强硬话语的国家 而第二次的天津会谈 中国更像是给美国上了一课 这个时候世界才意识到 中国是真的有能力对美国强硬 现在美国深陷经济困境 他们最需要的就是中国的 帮助 可是美国的态度 却让中国人不能接受 可以预见的是如果美国不放弃那种傲慢的心态 中国是绝对不会妥协的 从欧洲的角度来看 中国的强大却是让很多欧洲国家不安 因为在意识形态方面 欧洲和美国算是一条战线 但在和中国的交往过程中 欧却是受益匪浅 在2020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 而在疫情中 德国在海外唯一增长的重要经济体 就是中国对比美国想称霸全球 中国更在意的好像是他们的发展 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一个国家强大了 势必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 但从中国身上我们看到了不同 他们主张合作共赢 似乎更是和这个世界真的不理解 欧盟一些国家为什么还要针对中国 中国能带着欧盟的似乎比美 国还要多 中国的强大 对世界来说好像是非常突然 但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因为中国人称他们的强大不是崛起 而是复兴 他们认为中国过去近百年的落后是反常的 其实如果从中国整个历史发展来看 他们说的确实是正确的 中国历史悠久比美国 欧洲形成国家早了几十倍 在之前2000多年的时间里 他们的经济就一直占据全球的四分之一以上 在中国的汉唐盛世 他们更是占到了全球经济的百分之八十 这是一个怎样的高度 而且他们还不止一次达到过这个高度 在宋朝的时候 他们再次创造了奇迹 即便是在清朝没落的时候 中国的经济还能占到全球经济的百分之三十三 而我们很多国家对曾经强大的中国一无所知 我们看到的只是中国近代的落后 我们视这种落后为常态 可是中国人知道他们的落后才是反常 再说一组中国让世界震惊的数据 那就是到了1978年 中国的经济只占全球的百分之二 而现在他们已经超过了百分之十七 可以这么说 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 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就发展到 现在这种程度 因为中国人坚信他们落后是暂时的 而现在正是他们复兴的好时机 中国的制度 无论和我们有什么区别 有一个事实摆在世界面前 那就是中国的强大 对世界是起到了一个促进作用的 因为它将开创一个新的文明 那就是共同发展 而并非现在的一家 都大 而且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更愿意看到这种局面的到来 中国已经举起了反八权的大旗 以后将会有更多的国家跟随 对我们德国而言 应该顺势而变 适应世界格局的变化 毕竟我们也需要发展经济 利益才是德国民众注重的根本 毫无意义的政治博弈 只会延缓德国经济的发展 这对德国来说不是什么好事情 就目前国际的局势来看 看似非常复杂 但有一条明确的线路可以看到 那就是中 国的时代已经来临 美国试图阻止必定会失败 因为中国发展的强大动力 让中国不会停止前进的脚步 从这位德国学者的言论 我们可以看出 他非常看好中国的发展 而且对中国的历史非常熟悉 评价也是非常的中肯 也很全面 我们很高兴世界上 有这样清醒的学者 当他们抛台狭义的认知限制之后 就会有这样的结论 美国妄图躺壁当车 注定会失败 可惜的是 在国外有这样认知的人太少了 在国外有这样认知的人太少了